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次M在外边玩时 看到一个老树精 他长得像我图画书中的一个精灵 细细长长的腿 戴着个红帽子 身体是树干的颜色 有时候他从树上跑下来 在草地上蹦蹦跳跳的 看起来可好玩了 而在凯西克过暑假的时候 M还在树林里看到了成群结队的仙女 精灵和矮人 非常可爱 一天下雨过后 他看到美丽的云朵间有很漂亮的仙女跑出来 他们把云捏成各种各样有趣的形状 有的像城堡 有的像可爱的动物 在一个山顶上有个大大的仙女 身上的颜色就像彩虹一样 古今中外 像英国男孩这样的能看到人体灵光的人并不少 而他们都是开了天眼的 就比如此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台湾的叫陈克利的人提到 他的父亲民国时曾经在华北机关做事 有一个姓黄的同事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要好 黄先生说 他从小就能看见每个人头上的光 他母亲发现以后 不许他说出来 所以他也不轻易地告诉别人 免得人家说他妖言惑众 他说 每个人头上都有光 但是光度 大小 颜色各不相同 凡事有权有势的人 大都是红光 紫光 清高正直的人 大多数是白光 清光 贪污腐败的人 大多都是黑光 灰光 其他的人 刺橙 黄绿 青蓝紫 都依照人的个人品德行为各不相同 也是根据当时的个人气势运气 做不同的改变 显然 人体的灰光与人的德行 运势等都密切相关 现在的科学研究也表明 人体确实存在着灰光 1939年 俄国发明家克里安发现了一种照相术 这种使用特殊的方法拍摄的照片 被认为能够显示人体的能量 即在高压电的电场中 人或是物体都会像在感光乳胶上感光 因此会产生灰光环绕的现象 此外 天眼通知人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 灵魂 精灵也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的肉眼已经完全突破了人所在的空间 这也证明 人并非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有灵性的生命 在肉眼所不能及的层层空间 都存在着不同的有灵性的生命 而人若想了解宇宙真正的秘密 一定首先要突破自己的预见 英国通灵男孩与去世的爷爷的交谈 从英国通灵男孩看见的灵光与灵魂的一文中 我们都知道 埋目具有与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的能力 而在与他沟通的生命中 就包括他过世的爷爷 爷爷告诉了他不少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 埃目正在看《匹克威克外传》 他的爸爸回来后不太喜欢 就给他换了英国很有名的作家斯格特的一本书 埃目却不喜欢 因为书中有打打杀杀的图片 而他看到书里的人死了会哭的 他不禁想到了去世的爷爷 奶奶和威力叔叔 感到他们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当埃目晚上在日记中写到这时 他看到爷爷站在那点头说 很对小家伙 而且我们现在更快乐了呢 宝贝 你要坚持写下去 要把我的话记下来 有一天日记会印出来的 他能帮助人们照亮黑暗 别忘了爷爷的话 10月7日是M的生日 睡觉前他有点想念爷爷 这时他忽然看到爷爷站在床前 微笑着祝他生日快乐 男孩问爷爷是怎么知道今天是他的生日的 爷爷说是从男孩的精神里得知的 天堂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又有一天 M又看见了爷爷 爷爷告诉他是高层生命让爸爸找到帕摩老师来教他的 看到老师和M相处得很好 他们很高兴 爷爷说天堂和人们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 那里更漂亮 他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相信灵魂的存在 就像现在他们相信耶稣一样 到那时候人们就会更快乐 也不会再那么惧怕死亡了 爷爷还说在天堂中人们想要自己看起来什么样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点 就会变年轻 想要老一点就会变老 因为不让M认不出来 爷爷来看他时就会变得老一些 在天堂 人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 他们的外表就是自己想象的样子 灵魂可以穿越人体 有一次 M和帕摩夫妇去了一个叫哈勒的小地方 一天在喝午茶时 爷爷来看大家 并问候了帕摩夫妇 他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曾经是亚特兰蒂斯大陆的一部分 现在陆地的大部分都已沉入了海底 爷爷还说 灵魂是可以穿越人体的 因为人的身体粒子分得很开 只是人不知道而已 奶奶为什么不来? M问爷爷为什么过世的奶奶不来看我们? 爷爷告诉他 有些灵魂就好像鸟儿喂破壳那样 他们的思想无法得到释放 奶奶在世时 和很多人一样 相信只有她和一小部分 跟她有相同观念的人才能得到救赎 在她离世以后 她生活在一个由他们那些秘误的信念 构成起来的世界里 天国里有许多房间 可以包容不同的人居住 而爷爷坦言 自己生前虽然信仰上帝 但也没花过太多的心思去想象 另外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现在她不会像奶奶一样 爷爷告诉M和帕摩夫妇 像奶奶那样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不对的 爷爷还说 有些牧师对于人死后的世界讲了很多胡言乱语的话 宣称人都将沉睡 直到复活之日来临 结果人死后灵魂发现自己还活着 所以要说服他们已经脱离了肉身很不容易 此外 想要说服那些不相信任何东西的不可知论者也一样不容易 因为他们相信进化论 他们的脑袋糊涂 却自以为懂得很多 爷爷说 人死后不一定会马上改变 有些灵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改变他们的思维习惯 当M问爷爷是否知道灵界的长老时 爷爷说 没听说过 不过有一种被称为是导灵的灵魂 他们可以藉由进入人体来同世人对话 可能男孩遇到的长老就是导灵 灵魂世界中爱最重要 爷爷还给男孩讲了关于爱的事情 他说 在灵魂的世界里 爱最重要 在那里 伟大的人并不是在当时的高官显觉者 而是闪耀着最明亮的爱的光芒的人 爷爷告诉男孩 人在世时应该试着去爱每一个人 不管他有多么的卑微 或者是多么的邪恶 这样的话呢 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更加的快乐 以后到了灵界也会很幸福 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羞于表达自己的爱 压抑着爱 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是爱让世界凝聚在一起的 如果神没有爱 世界就会分崩离析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爷爷让男孩可以在心里多说几次 愿你平安 然后就会对他们有全然不同的感觉 爷爷很遗憾自己在世时没有多去爱一些人 他当时就一直以为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很多的朋友的 也不会去喜欢很多人的 他现在才知道这些想法很荒谬 如果一个人无法喜欢更多人 那只是因为他的心里没有很多的爱 发现不了别人身上的好 要去更高的层次 某一年十月的一天 爷爷来看爱慕 他说 他很快就要去一个更高的层次了 那时就没办法像现在这么方便过来说话了 也许男孩还可以见到他 但他也不太肯定 男孩听了很伤心 他希望可以继续见到爷爷 在M的爷爷叙述中 我们知道宇宙天体中有着不同的空间和层次 有天堂 有人生存的世界 自然地域也应该是存在的 高一层次空间的生命 可以穿越第一层生命的身体 因为高层次生命的粒子更微观 也更加的细腻 在爷爷说自己要去一个更高的层次以后 M后来的日记中 爷爷的灵魂再也没有出现过 可能的原因是 爷爷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那个层次对生命有了更高的要求 也无法与低层次的生命进行沟通了 但有意思的是 爷爷告诉M在灵界 伟大的人并不是在世时的高官显觉者 而是闪耀着最明亮的光芒的人 这与中国的道家 佛家所从上的德行十分吻合 爷爷说的爱包含了善良 宽容 忍让 只有拥有这样德行的人在离世以后 才会伸往不同天体层次中的天堂 有多少人还会恶向胆边生呢? 而且爷爷的预言 有一天日记会印出来的 他能帮助人们照亮黑暗 也已经得到了应验 M的日记在出版以后再版14次 震撼了世界 今天的中国人也有缘读到这本书 是否也可以重新领悟生命的真谛 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呢?